福建省乔商联合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即第二届礼监事就职典礼11月11日在福州举行 邱伟明当选福建省乔商联合会第二届会长 邱伟明祖籍是福建时事 作为一名旅港的名籍乡亲 他还担任着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一职 连月来,香港社会纷争不断 暴力活动愈演愈烈 邱伟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法时表示十分痛心 他指出,这是正常的社会所不允许的 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典换跟成功的模式 这个是坚定不移的 第二个,现在社会因为修理条例出现一些轰波 但是我觉得一个地区是全体的地区人民 都不想这个地区的经济 这个民生 这个稳定 不出现任何的问题 尤其现在演变成了一些 这头暴乱啊 种火啊 抢啊 砸啊 换火啊 这是正常的社会 是不允许的 邱伟明表示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也呼吁大家恢复理性 让社会重回安宁 让年轻人看到明天的希望 看到今天的希望 明天的希望 能这个比较心平气和 这个来考虑 跟理解这些问题 但我相信这个就时间上 也是一定会解决 我们相信特期政府 相信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 这个后盾 这些轰波 起早都要解决的 但是我们也相信 换不了大浪 当天 赶区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乔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也出席了福建省乔商联合会的 换届大会活动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姚志胜表示 香港年轻人要回顾 香港和祖国发展的脉络 做出正确的选择 最近香港发生了一些暴乱的事情 让我们很伤心 香港的青年 他们要自己 学习 要生成去 多一些技术 现在大湾区的发展 也得香港一个平台 一个机翼 所以我认为青年人 应该要够了解我们内地的个情 融入各家发展大机 相信我们有细议中科联合的机器 我们人民的机器 香港一定能够几暴计乱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可以 sih 4 1 2 スイイ